大家好,今天是9月10日星期二 每星期二都有一個提醒 就是一個聲明 我個人並沒有任何Telegram、WhatsApp 或者Facebook的群組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這些東西 有一個人所謂叫石鏡泉 這些應該是騙子 請大家打1202 其實除了我本人會被騙子利用之外 還有很多股評人也有被騙子 所以請大家小心 好了,我們再看看 今天的市場 也有些是不上不落 真正上升板塊只有三個 這三個板塊就是 會有中標、珠寶、電信服務、建築 其他都是跌少一點的 然後我們看看中標、珠寶 不足以左右大谷 然後還有電信服務 始終一定會有好 特別是當一個市場不穩定 回落時之中 這些電信股 就會成為一個被人拍錢 到避難的情況 然後還有建築 建築 建築 其實也看到很小的股票 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其他基金 假設在市場上 剩到抽筋的時候 這些基金 因為它不太跌 或者不太跌 就是成為了升幅房 還有媒體 那也是 沒有什麼好說 我們現在再看看 就是其他的板塊 今天阿里巴巴升了很多 等會有推介原因 也等會可以再講講 我們再看看 港股 港股到近到 保利加通 中斗 超級水 三千 五千 escal 一千 二千 三千 三千 都